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早安 今天是學房畢業禮 今天是學房畢業禮 輪到我十分鐘講道 所以到我十分鐘講道 是的 我有恩典可以講十五分鐘 我有恩典可以講十五分鐘 我們有一個祈禱開始 我們先一起禱告來開始 天父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是你所喜悅的人你選擇 是你所喜悅的人你選擇 你叫我們聚集在你的面前 你聚集我們在你的面前 每一個都是你所喜悅的 你就是我們在這裡來敬拜的原因 打開我們的心 讓我們來等候你 你今天的話語要成為我們的力量 我們渴慕你 我們渴慕你 聽我們祈禱 聽我們祈禱 從耶穌基督的名靠 阿門 今天是六一一學房畢業禮 六一一學房的畢業禮 六一一學房是一間特殊訓練的學校 六一一學房是一個特殊訓練的學校 聖經裡面的拿西爾人參孫 薩姆爾都是特殊任務的人 那聖經裡面的拿西爾人參孫跟薩姆爾 都是有特殊任務的人 在菲力士人來踐踏猶大的日子 在菲力士人踐踏猶大的日子 神特別興起了兩個拿西爾人來解放他們 神特別興起了兩個拿西爾人來解放他們 其實以撒亞書六十一章一節的異象 其實以撒亞書六十一章一節的異象 裡面所講到的仆人 也是一個這樣被聖靈充滿的人 裡面講的那個仆人 也是一個這樣被聖靈充滿的人 是要一個這樣開放的生命 讓聖靈充滿 是要有一個這樣開放的生命 讓聖靈來充滿 好像拿西爾人一樣的生命 好像拿西爾人這樣子的生命 神的靈就能夠大大的臨到他 使他能夠宣告耶和華與納人的欺憐 叫被魯的來得釋放 叫核製的來得自由 神對參宣作拿西爾人的要求 那神給參宣作拿西爾人的要求 其實是叫我們每一個六一一的弟兄姊妹 都有一個新的學習 其實要叫我們每一個六一的弟兄姊妹 都有一個新的學習 我們怎樣成為一個聖靈充滿的教會 每一個怎樣成為耶和華的仆人 每一個怎樣成為耶和華的仆人 能夠成為時代的器皿 能夠成為時代的器皿 我們都要有拿西爾人那種生活的方式 我們都要有拿西爾人生活的方式 但是參宣他沒有很謹慎 來遵行拿西爾人的要求 但是參宣沒有很謹慎地遵守拿西爾人的要求 所以他在任務當中慘死 所以他在任務當中慘死 又慘又欲酸 又慘又很噁心 所以我們叫他參宣 所以我們叫他參孫 是參孫 是參孫 死得又慘又欲酸 死得又慘又很受酸 我們要做神的仆人 我們要做神的仆人 我們期待自己是一個向聖靈開放的仆人 我們期待自己是一個向聖靈開放的仆人 我們就要謹慎這些拿西爾人生活的法則 我們就要謹慎拿西爾人生活的法則 做一個討聖靈喜悦的人 做一個討聖靈喜悦的人 新世代的參孫 新世代的參孫 我們要起來 我們要take two 舊的參孫做不到的神今天吩咐我們 舊的參孫做不到的神今天吩咐我們 我們要take two 我們要做到參孫做不到的 今天我的題目叫做神喜悦我們take two 今天我的題目是神喜悦我們take two 參孫你要起來take two 參孫你要起來take two 原來失敗的人神是可以再用的 原來失敗的人神是可以再用的 約拿彼得等等都是這樣的人 約拿彼得等等他們都是這樣的人 有人在自己人生的跑道上面迷失 有人在自己的人生跑道上面迷失 在釋放的路上面偏離 在釋放的路上面偏離 好像摩西保羅 好像摩西保羅 神都要他們再take two 神都要他們再take two 能夠take two是我們的恩典 能夠take two是我們的恩典 因為神喜悦每一個 祂自己所做的 因為神喜悦每一個祂所做的 祂愛每一個祂所呼召的 祂愛每一個祂所呼召的 無論是爛銅爛鐵 無論是爛銅爛鐵 是好漢 惡漢 是好漢 惡漢 神都能夠循環再用 神都能夠循環再用 因為神從來不做垃圾的 因為神從來都不做垃圾的 無論我們生命去過一個怎樣的低點 無論我們的生命去過怎麼樣的低點 神可以使你重新來過 神能夠使你重新來過 過往我們可能是參孫 過往我們可能是參孫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討神喜悦的拿希爾人 我今早再想一件事 我今天在想一件事 二十五年前我從美國回來 二十五年前我從美國回來 滿懷壯志 覺得前面要走這條神呼召我要走的路 我覺得我要走前面這條神呼召我要走的路 赤子之心 沒有想過二十五年之後 我要重新的在一個新的行道上來奔跑 沒有想過二十五年之後 我要在一個新的行道上來奔跑 我今早在想的時候 我自己裏面都充滿眼淚 我今天在想的時候 我自己都充滿眼淚 但不是再來一次就叫做take two 但不是再來一次就叫做take two 除非我們學懂這個特殊任務的 拿希爾人的法則 除非我們學會這個特殊任務 這個拿希爾人的法則 就是大家一起在學房裏面所學習的 就是大家一起在學方裏面所學習的 我們才有神那份能力的保護 和神能力的遮蓋 我們才有那份神能力的保護 跟神能力的遮蓋 在神猜派我們的使命裏面 我們能夠發揮屬天的能力 在神猜派我們的使命裏面 我們能發揮屬天的能力 所以第一點 我的題目叫做 我們要起來take two做拿希爾人 我們來到讀世紀十三章四到五節 我們來讀世紀十三章四到五節 找到經文讓我們請讀 找到經文我們就可以一起讀 所以你當謹慎 清酒龍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結之物也不可吃 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 不可用剃頭刀剃他的頭 因為這孩子一出胎就貴神作拿世爾人 她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非利是人的手 三 OK 請讀 夫人就回去對丈夫說 有一個神人到我面前來 他的樣貌如神使者的樣貌 心事可為 我沒有問他從哪裏來 他又沒有將他的命告訴我 是一個神的使者 來向參孫的媽媽說話 是一個神的使者 向參孫的媽媽來說話 預備她生一個要做拿世爾人的孩子 預備她生一個要做拿世爾人的孩子 這個媽媽自己本身就要進入一種拿世爾人的生命 這個媽媽自己就要進入一個拿世爾人的生命 清酒濃酒她都不能喝 清酒濃酒她都不可以喝 不結之物她不能吃不能摸 不結之物她不能喝不能碰 將來這個孩子她也不能剃頭 將來這個孩子也不能剃頭 因為神要透過一個這樣能夠節制的生命 因為神要透過這樣一個能夠節制的生命 使她的靈隨時可以大大淋在這個人的生命上 使她的靈能夠隨時大大地淋在這個人的身上 這是一個非常的使命 這是一個非常的使命 所以我們對自己要有非常的要求 所以我們對自己有非常的要求 我從拿世爾人的三點的要求 我從拿世爾人三點的要求 看到我們生命要有三樣的節制 很多人一想起節制就會覺得周身不舒服 很多人一想到節制就覺得周身不自在 就好像很多事都不能做 我告訴你 節制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要跟你說 節制你才有真正的自由 因為一個不節制的人 連他想不做的事他都不行 因為一個沒有節制的人 他連不做的事他都沒有辦法 只有節制才給我們有真正的自由 節制是一種生命的自我管理學 節制是一個生命的自我管理學 節制是有目的性的 節制是有目的性的 為我們的生命更能夠完全擁抱聖靈的臨在 隨時倒空自己 去配合神的計劃 第一點 清酒濃酒都不喝 在第四節 這裡就講到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感情 我們的慾望上面 我們需要節制 所以講到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感情 我們的慾望上面 我們要節制 以至我們不會來受酒精的影響 不憑血氣來行事 保羅也這麼說 不要醉酒總要被聖靈充滿 在英文 酒也是spirit 在英文裡面酒也是spirit alcohol spirit alcohol spirit 但我們要被holy spirit來充滿 但是我們要被holy spirit來充滿 我們不可以被alcohol spirit來控制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能被alcohol spirit來控制我們的生命 無論是甚麼使我們不由自主的 不論是甚麼事情讓我們不由自主的 使我們失控的 使我們情緒不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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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們染上隱僻的 使我們染上隱僻的 叫我們不能夠與神清心同行的 叫我們不能夠與神清心同行的 都在這個不喝清酒濃酒的類別裡 都在這個不可喝清酒濃酒的裡面 第二點就是不摸不吃不結之物 第二點就是不摸不吃不結之物 在這裏經文只是說他不可以吃不結之物 這個經文裡面只講不可以吃不結之物 原來文書記的要求是連摸都不摸得的 但其實民書記的要求是連摸都不可以摸的 特別講到以色列人呢 他們不能夠摸死了的身體 特別講以色列人不能夠摸死了的身體 但是在以色列人的風俗裡面呢 但是在以色列人的風俗裡面呢 父母過世他們會擁抱著這個屍身來痛哭的 父母過世之後他們會抱著這個屍體來痛哭的 所以作為那些人他要重新來獻祭 所以作為那些人他要重新來獻祭 他要尊重這個要求 他要尊重這個要求 就是在他的飲食行為和社交上面來節制 就是飲食行為和社交上面都要有節制 當我們在食物上常常來做正確的選擇的時候 當我們在食物上常常做正確的選擇的時候 我們就要很有目的性地來過生活 我們就要很有目的性地來過生活 我們要讓自己可以跟神來親密同行 我們要讓自己跟神可以來親密同行 讓神成為我們最大的喜樂和滿足 讓神可以成為我們最大的喜樂和滿足 也成為我們侍奉裡面最大的動力 也成為我們侍奉裡面最大的動力 使自己可以跟神緊密地來配搭 第三點就是不剃頭 就是講到這個人在形象和身份上 他要全然地為神而活 就是想到這個人在形象和身份上 要完全地為神而活 他不再計較別人怎麼看他 他只是知道他要為神來活好這一條命 他只知道他要為神活好這一條命 神就是要這樣的人 在一個混亂的時代來將自己分別出來 在一個混亂的時代將自己分別出來 才對這個顛倒是非偶像崇拜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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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說話 有力量地來向這個社會說話 有神的話來 有力量對這個社會來說話 究竟參孫合不合適來做這個器皿呢 那麼究竟參孫合不合適做這個器皿呢 他非常之合適 也非常之不合適 其實是完全在乎他的選擇 其實完全在乎他的選擇 弟兄姊妹 各位畢業的同學 各位畢業的同學 完全在乎我們自己的選擇 神對我們每一個屬他的兒女 神對我們每一個屬他的兒女 都是從我們過去的黑暗裡面來呼召出來 你知道教會的意思是什麼嗎 Ecclesia就是the called out 就是那幫被呼召出來的人 Ecclesia就是the called out 就是被呼召出來的人 呼召出來的人 呼召出來的人 神的教會 就叫做神的教會 從這個世界分別為聖 我們知道我們不單止來得救 我們知道我們不單是得救 從黑暗進入神兒子光明的角度 從黑暗進入神兒子光明的角度 我們的生命又帶著一個新的使命 無論過往有多失敗 神要我們去take two 神要讓我們重新來過 活在祂的心意當中 活出祂創造你的精彩 活在祂的計劃裡面 所以我們也要清楚自己的選擇 我們才能夠對我們的家人說話 能夠對我們的職場說話 對我們的社會說話 對我們這個社會說話 新世代的參孫你要起來 新世代的參孫你要起來 舊的參孫死得很慘 舊的參孫死得很慘 但是我們這一代 要為神活好這條命 但是我們這一代 我們要為神活好這條命 其實參孫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 其實參孫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 他很有個人風格 他很有個人風格 這些都是後現代社會所崇尚的 他很有型 他很有型 又大隻 又很壯 你可以想像他是一個肌肉男 你可以想像他是一個肌肉男 他做事很率性 他做事很率性 很自由 讀來讀往 很自由他就讀來讀往 即是一個很後現代的人 是一個很後現代的人 他喜歡吃蜜糖 他想吃蜜糖 就從獅子的身上拿出蜜糖來吃 如果你行山 跟著一個這樣的人 你會很開心 如果你爬山 碰到一個這樣的人 你會很開心 隨時元老都有可吃的事 隨時在沿路都有可吃的東西 而且他真的膽識過人 又不怕獅子 又不怕非力士人 又不怕獅子 也不怕非力士人 在他跟非力士人交往這麼多年 在他跟非力士人交往這麼多年 他總是佔盡上風 而且他又會講迷語 很明顯是一個有小聰明的人 很明顯是一個有小聰明的人 我想問一下姊妹 那我想問一下這些姊妹 是不是你心目中的超郎君 這是你心目中的超郎君嗎 但是做來世人 不是一回這樣的事 但是做哪些人 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神要的不是我們個人風格 神要的不是我們的個人風格 神要我們一個開放的生命 無論你是一個怎樣生命的素質 無論你是什麼樣生命的素質 正正就是要由你個人的風格裡面去放下自己 正正是要你從個人風格裡面放下你自己 有兩點我們很值得從參孫的故事重新來反省 有兩點我們很值得從參孫的故事裡面來反省 在他做不到的地方 我們要認真地來學習 在他做不到的地方 我們要認真地來學習 第一就是要學習尊重權並 第一就是要來學習尊重權並 我們看《詩詩記》十四章五到九節 我們看《詩詩記》十四章五到九節 請讀 請讀 參孫跟他父母下亭拿去 到了亭拿的葡萄園 見有一隻少壯獅子向他敲嬌 夜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 他雖然手無起械卻將獅子撕裂 如同撕裂山羊膏一樣 他行這時並沒有高素父母 參孫下去與女子說話 就喜悅他 過了四日子 再下去要娶那女子 轉向道旁要看死屍 見到一群蜂子和食物在死屍之內 就用手取物 且吃且就 到了父母那裡 給他父母 他們也吃了 只是沒有高素者物 是從死屍子之內 如果你一天能夠手屍獅子 都有一天能夠用手把獅子撕開 不是手屍羔羊 不是手屍羔羊 不是手屍雞 不是手屍雞 你會不會到處跟別人說這麼英勇的行為呢 應該很值得你慶幸 應該是很值得你慶幸的 但是為什麼參孫做了 不能夠告訴他父母聽 那為什麼參孫做了 卻不能夠告訴他的父母知道呢 因為他在葡萄園 遇上這隻獅子 因為他在葡萄園裡 遇見這個獅子 為什麼去了葡萄園 之後不能夠告訴父母聽 為什麼去了葡萄園 不能夠跟父母說呢 因為作為拿西爾人 他不能夠吃葡萄 不能夠喝葡萄汁 或者喝葡萄酒 因為作為拿西爾人 他不能夠吃葡萄 或喝葡萄汁 或葡萄酒 那你說參孫去葡萄園做什麼呢 那你說參孫去葡萄園做什麼呢 為什麼去葡萄園 做了一件這麼令人興奮的事 都不能夠告訴父母聽 為什麼他去葡萄園 做了一件那麼令人興奮的事 都不能夠跟父母講呢 因為他知道父母是明明不起悅 因為他知道父母明明就不喜悅的 其實他是踐踏了 拿西爾人的界線 其實他踐踏了拿西爾人的界線 第二次他又去葡萄園了 你說為什麼他又去葡萄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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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要找那隻死了的獅子嗎 他真的要去找那個死了的獅子嗎 這個拿西爾人真的不要得 這個拿西爾人真的是不要得 很明顯他去葡萄園又想喝葡萄酒 很明顯他去葡萄園就是想喝葡萄汁 他看到這個死獅子 裡面有蜜糖 他不單止自己吃 還帶給他爸爸媽媽媽吃 他不單自己吃 還帶給他爸爸媽媽媽吃 他敢不敢告訴父母聽 這些蜜糖是哪裡來的 他敢不敢跟父母說這個蜜糖從哪裡來呢 當我們不尊重權柄 當我們不尊重權柄 我們過了我們的界線 我們過了我們的界線 我們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 我們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 做人就很多秘密 做人就很多秘密 如果你一直做人都很多秘密 如果你一直做人都很多秘密 你內心會很沉重 你內心裡面就很沉重 那我其實是負責牧養弟兄 那其實我是負責牧養弟兄的 那其實我是負責牧養弟兄的 我就發覺很多沉默的弟兄 我就發現很多沉默的弟兄 是從來不講自己的過去 從來不講自己的過去 也都不講自己發生過什麼事 也不講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可告人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可告人呢 我們第一件事要學的 重新來學習的 重新來學習的 就是尊重父母所代表的權柄 就是尊重父母所代表的權柄 尊重神在我們生命裡面的介紹 那麼我們做人才能夠光明和自由 那麼我們做人才能夠光明和自由 我們才能夠是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我們才能夠成為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第二點參孫你要take two 第二點是參孫你要take two 就是要學習建立團隊 就是要起來建立團隊 我們看《詩詩記》四章十九二十節 我們看《詩詩記》十四章十九二十節 找到經文我們請讀 找到經文我們一起來讀 擊殺了三十個人 奪了癱瘓的衣裳 將衣裳割了猜出迷雨的人 參孫法路就上父家去了 參孫一下子可以擊殺三十個菲利斯 參孫一下子可以擊殺三十個菲利斯人 一個非常之令人很佩服的勇士 是一個讓人真的很佩服的勇士 一個這麼令人佩服的勇士 一個這麼讓人佩服的勇士 需不需要團隊 需不需要團隊呢 獨來獨往就已經可以創一番事了 獨來獨往就可以創一番事了 但我們看到參孫不過是一個憤怒的報復機器 但是我們看到參孫不過是一個憤怒的報復機器 他沒有謀略 他沒有謀略 他沒有長遠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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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帶團隊所以他不是領袖 他不會帶團隊所以他不是領袖 一個殺死三十人的勇士 一個殺死三十人的勇士 他能不能夠興起團隊呢 他能不能夠興起團隊呢 其實在大衛的手下 能夠單挑殺死三十勇士 三十人的勇士多到不得了 能夠單挑殺死三十個勇士的人多到不得了 殺八百人三千人的勇士都有 殺八百人三千人的勇士都有 但他們就組成強大的兵團 但是他們就組成強大的兵團 所以大衛能夠徹底的來平復菲力士地 所以大衛可以徹底的平定這個菲力士地 是參宣萬萬想像不到的 是參宣萬萬所想不到的 他怎樣做都不會做得到 他怎麼做都做不到 我們做男人的 我們亦都是一個喜歡獨來獨往的人 那我們做男人的 我們也是一個喜歡獨來獨往的人 我們只是喜歡解決眼前的問題 我們只是喜歡解決眼前的問題 但是神今天要興起我們 每一個都來做領袖 但神今天要興起我們 每一個人都要來做領袖 你不單止做到你要做的事 你不單是做到你要做的事 你還要幫助你身邊的人都起來 做到神要他們做的事 你才是一個團隊的領袖 你所做的才不會像參孫 你所做的才不會像參孫 不管多燦爛 不過好像煙花一樣 一過去就過去了 一過去就過去了 願神來幫助我們 今天做一個祂所喜悦的拿西爾人 有目的性能夠自我管理的生活 有節制性能夠自我管理的生活 歡迎聖靈隨時的降臨在我們生命當中 歡迎聖靈隨時降臨在我們的當中 並且我們學習尊重權柄 並且我們學習尊重權柄 我們學習建立團隊 我們學習建立團隊 願神祝福學房每一個畢業的同學 願神祝福學房每一個畢業的同學 也祝福六一日每一個被呼召出來的人 不 в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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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издp sh used 都不是網路來逢 除掉大天之外 楊 launched adopted天之死 嗯 通過切自己的不 laundered